今天教你煮出不可思議的 橙汁魚片 恰恰 我們先將鯛魚切片後 加入米酒 鹽 糖 白胡椒粉 醃製五分鐘後備用 等待的時候先來調醬汁 要怎麼調醬汁 才能跟初戀一樣 酸酸甜甜的 要讓醬汁酸甜 就是要用市面上買得到的 濃縮柳橙汁 這樣你的醬汁才會夠酸夠甜喔 接下來我們在鯛魚裡面拌入雞蛋 蘸果太白粉 你就可以來熱油鍋囉 我們將魚肉炸到表面精華 油泡變少 就代表這個魚肉已經炸熟囉 接著我們把魚肉撈起來 剔乾油備用 我們換一個乾淨的鍋子 接著把調好的醬汁倒入鍋中 將醬汁煮軌 用少許的太白粉水勾芡 接著將事先煎炸好的魚片 放入鍋中拌炒 最後我們撒上少許的白芝麻 點綴香菜 這樣乘吃魚片就完成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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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